物业又联系我们来绑架小猫了 这窝小猫生长在下水道里面 一共有五只 是物业最近发现的 这已经是这个小区的物业 叫我们过来抓的第五窝了 在这个小区抓的第一窝 是榨开的栗子奶油窝 一共有八只 同时那也是绑架带地购买 现抓现燃养的开始 第二窝可以说是创造了最快绑架记录 三分钟抓了四只 至今没有打破 第三窝是冒着大雨 就还有的羊肉羊汤和羊达碎 第四窝是绿化袋里面的四只 靠着里面的一只小梨花 我还得到了美女的样人的一束花 当时我还以为我的天天来了 真是可惜了 如果再把这我抓了 就是在这个小区把镬到第五窝了 这几只里面这一只长得最有意思 感觉像是胡子长在了脸上 就给它取名叫胡子长在脸上吧 而我最喜欢的是这一只 这一只胆子最大 相比之下不怎么怕人 就给它取名叫不怎么怕人吧 平时太阳好的时候 他们都会出来晒太阳 看到有人来就钻将下道里面去 其实刚开始也没有想抓他们 因为现在医院和办公室都已经放不下了 而且最近我有比较猫 所以放点粮食先喂他们一下 但是只过了两天 我就发现情况不太对 我发现这几只小猫有点问题 大部分眼睛都睁不开了 而且眼睛里面有脑 我最喜欢的不怎么怕人 好像病的是最严重 我怀疑这回小猫可能携带病毒 并且已经成发病状态了 一般这种情况一发病就是一窝 看来得抓紧时间抓了 送到医院才有可能多活太来一只 然后我就开始准备抓猫 我用我的驴挫来了工具 这我小猫好像已经认出了 我这个著名的宝贝头目 一个个都从下水道里面 钻进了绿化带 这就给抓捕难度提高了不少 准备好工具开始抓 我猫龙下场了 可是等了半多小时 没有一只小猫对笼子里面的罐头感兴趣 虽然我的恶名 已经在小猫咪之间传开了 但是像这种 一锅小猫里面都能抵得住诱惑的场景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所以我判断 只有可能是因为他们的身体状态太差 已经没有食欲了 这个时候几个小猫趴在绿化带里面晒太阳 是时候考验我初初抓猫的能力了 我希望能把病得最严重的 不怎么怕人先抓到 这个绿化区域植被实在是太多了 稍微一动就有响声 几个小猫听到动静就吓跑了 我又不怎么怕人还在那趴着 我感觉有希望 然后又往前走了一步 然后不怎么怕人就被我吓跑了 我又等了一会儿 不怎么怕人竟然又回来了 我抓准时机果单出手 一把抓住了不怎么怕人的钉 然后提露着不怎么怕人的钉 怕人迪溜出来 已经想给他带伊丽沙巴圈的时候 不怎么怕人一口咬在这圈上 小牙非常的锋利 终于让不怎么怕人安静下来了 开始给他做检查 同时也给他做生化 结果出来了 肺状病毒和炮疹都属于爆发状态 体内炎症100多 算得上是非常危险了 这一窝是逃不掉了 他一窝的其他几只 大概屡实这个状态 看得赶快把不怎么怕人的兄弟们抓到 希望不怎么怕人能活下来 也希望这一窝能多还他一只